杭州不一样了 过去我们叫它千年古城 但现在它有一个新名字 叫做电商之城 怎么说呢 包括你来杭州玩 如果想要租用这种公共自行车 现在只要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的扫码功能 就可以成功租借 那么包括想要搭公车 也是使用手机扫QR Code的功能 两分钟之内就可以搞定了 那么这是科技面 另外我们要看到的是历史面的改变 包括了南宋玉街 这个知名的历史景点 现在呢 官方已经做了一个灯光的修正工程 所以会投射艺术灯光 让这条老街早晚都惊艳 一到杭州 很多人立刻会注意到 小红车穿梭大街小巷 杭州公共自行车 不但能够半卡使用 现在更智慧升级 在杭州取脚拉车 只要一只手机就能搞定 下载App之后 上面出现扫码租车四个字 然后脚拉车的旁边会有二维码 我们对准这个二维码 来扫 听到语音后 车所随即松开就能租车 整个过程轻松便捷 所以民众只要下载App 用微信或支付宝 付宝证金500块人民币 大约台币2500 就能搜寻100个服务点 扫码租车 这个肯定是这个方便 不是卡方便 快多少呢 快快 不要说了 这个同样的设计 设计是同样一个设计 这个比较方便 因为手机在里面嘛 反正每个人都有手机的 这比较方便嘛 是 还有我们住的那边 反正少不了嘛 下面没有二维码 杭州从2008年 推出公共自行车以来 8年来 8万多辆车 累计租用量6亿多次 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租用人次最多的 公共自行车项目 2011年 曾被BBC选为 全球8个提供 最棒自行车服务的 城市之一 杭州移动支付 无所不在 连坐公车都能一手搞定 杭州在大陆首创 用支付宝付钱做公车 目前在20辆公车上 试点测试 未来将逐步推广 以后当地民众 没带公车卡 身边又刚好没领钱 又多了一项付费选择 便利航行 在天创局